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天起 宇航员在太空吃什么的问题就被列为重大课题进入了科学家的研究视野 漫长的太空旅行当中 相对于主食 蔬菜和水果如何保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于是脱水技术应运而生 直到今天 脱水蔬菜依然是航天员太空饮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当时的脱水蔬菜因为科技含量高 因而售价非常的高昂 仅仅是人们心目当中渴望而不可及的太空食品 但是到了今天 脱水蔬菜其实早已经退去了太空食品的光环 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我现在呢 要带您去一家大型的超市去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要接触到的脱水蔬菜有哪些 因为平常并没有特别留意 几经周折 记者终于在超市的干货区找到了脱水蔬菜 我看这儿啊 你看有粉末的这样的脱水蔬菜的种类 还有像薰衣草茶 玫瑰茶 这个五行蔬菜汤等等 甚至有这个泡饭菜 种类可以说非常的多 最近几年在市场上脱水产品的新品种不断涌现 技术水平也逐渐升级 但主要的消费群体是一些相对高端的客户 消费者的认知程度也比较低 然而有一种脱水蔬菜却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 说到脱水蔬菜啊 您可能很陌生 但是提到方便面呢 您可能又非常熟悉了 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红红绿绿各式口味的方便面里头啊 都有一包小小的蔬菜包 这个蔬菜包呢 就是脱水蔬菜 您更不知道的是这些方便面包里的 像胡萝卜呀 白菜 香葱等等 有一半以上都产自于中国的江苏新化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 新化现在已经拥有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两种脱水蔬菜生产技术 热烘干燥技术 用高温将蔬菜中的水分蒸发掉 更有冷冻干燥技术 将新鲜蔬菜低温满动 再利用高温物化进行干燥 这样生产出来的脱水蔬菜不但色色鲜艳 更使得鲜菜90%的营养都不会流失 几乎所有的蔬菜都可以适用于这种技术 最近几年因为国际市场的需要 这里已经逐步开发生产出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脱水水果 我能尝尝吗 可以 尝尝啊 你看它里边保留得非常完整 它虽然是这个冷冻的一个技术 但是里面的籽包括它的一些纤维都能看见 它比这个我们吃的平常新鲜的蓝莓呢 没有那么酸更甜一点非常脆 我看这还有别的 这个 这个可以咱们的树莓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我看这是苹果吧 它跟这个饼干一样脆 口感非常好 原汁原味的 它比那个油炸的那种感觉更香脆一些 没有那么油腻 而且它这个可能没有翻炒 它没有那种很浓的油味 很好吃 经过脱水加工之后的水果 几乎完美地保留了原来的味道 那么普通的蔬菜脱水之后 吃起来又怎么样呢 我们来到厂里采购员张世杰的家里 因为妻子在生产线上做质检员 工作比较繁忙 因此平时都是由老张来主厨 这么多是脱水蔬菜 都有什么呀 这都是 青椒 红椒 这个高丽菜 这个高丽菜 红椒 红辣椒 辣椒都有脱水的 有甜的有辣 它已经非常的干了 你看已经几乎是没有什么水分了 没有水分 但是它有一种芋头 好像炒过的那个味道一样 现在 脱水菜也叫做覆水菜 意思就是再过一遍水 就能恢复成新鲜的蔬菜了 只要这么一泡上了一个大碗 基本上就能做个四五道菜了 对 真方便 对可以 现在已经闻到一种 一点香味的 对 清香味 对 很清淡的 这个原料都是我们织地上的原料 嗯 这个吃了以后 他们有龙才 嗯 甚至吃了以后 仅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张诗杰已经为家人准备好四个菜 我们吃惊的发现 连葱姜蒜这样的辅料 都是用脱水的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 蒜片 这就是蒜片呀 对 像粗水的 哇 你看 这么薄了一片 我的心情还挺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在厨房 我们做的都是脱水蔬菜 不知道它做出来 跟新鲜的蔬菜区别在哪里 挺香的啊 挺香的 放下去它很安静 您放松我们从地里 这个刚割的这个蔥不行吗 这个蔥有时间用就可以 嗯 但是呢 我们这一般的上班的 像我们 我们都说 人口是住上班 没有实在 到家里吃 就用了个姓人的 它脱水菜 脱水蔥 脱水蔥蔥 脱水蔥蔥 一气呵成 也不过耗时十来分钟 你看 这是一道热气腾腾的脱水蔬菜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期待一道菜 因为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脱水蔬菜 它能运用到航空 航天啊 远洋 科考等等 还有我们边疆战士 它吃不到这样的新鲜蔬菜的地方 明镜中午 妻子和孩子都回到了家 一家人的午饭马上开始了 这是什么样的样菜 嗯 这道 这道菜是叫旺豆 就是我们生来突出玉籽 跟那个新银的材料 这个豆腐材料 会成水做的 这道菜很有农村的味道 我们 农村的味道呢 你赛一下 农村菜 我赛我们家 我们这里过军季都是这个菜 过年的时候 每一家里以后 都是这个旺豆腐 它这个旺豆腐啊 确实非常香 这个香味 它呢 比我们从田里新鲜的香味 更加的这个脆 而且呢 口感吧 它更紧实一些 看来这个脱水蔬菜 还真的是不简单 带来方便的同时呢 还能很好地保留蔬菜的营养和味道 其实呢 这食物的保存 自古以来 就是全人类一直面临的挑战 自古至今 世界各地的人们 慢慢地发现 用晾啊 腌渍啊 还有风干 这样的方法 都可以把食物保存得更久 或者说 能够更快捷地享受到食物 而对于食物进行脱水加工呢 只不过是这中间 更具技术含量 更为工业化的一种加工方式 自从脱水厂 雨后春笋般的 在舵田镇出现之后 舵田人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 每天下午的五六点 寂静的河道上开始热闹起来 一船一船的乡村 被送往镇上几十家 大大小小的加工厂 虽然有了公路 但水巷的居民 还是保留了船 这种他们最熟悉的运输方式 为了方便村民的船停靠 镇上的脱水企业 一律严合而建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家脱水加工厂 在舵田出现 这个产业就开始关系着 每一个舵田镇人的生活和生计 也是古老的村庄 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王筑善 多田镇王航村村民 他的脱水加工厂 是镇里企业的领头羊 在他的在领下 我们来到王航村 这个昔日 连一条进出村庄的道路 都没有的贫困村 这个就是我们王航的新村 中国说二十多年 这个打拼了 整个王航呢 今年每家都有几道房子 拆农村 每家有一套不住 每一拆村民 每家还有一套不住 每家吗 每家吗 资本来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像农村 由于我们农民呢 他们每家每户都拆入我们工厂工作 再加上资本 送品也不会停的 这样的资金方面 保管省力方面都有了 有这个人力去减房了 那您呢 您家有几道 我正常我们是两三套 三四套房子 在这个村里有 我们墙里有 在市里也有 然而 离新村仅数十米之外的王航老村 呈现的却是另一番倾向 二十年前 王舟山还是村里远近文明的木匠 这幢老屋就是他做木匠时盖起来的 这个是我们大龄三生 我们兄弟几个 一块在这个班地里的照理照片 哦 对对对对 一家人 一家人 这是我的父亲 这是我 我两大 老四 老三 老五 我的叔叔 叔叔 对对对对 我们也有兄弟五个呀 五个对 那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现在都是我这个行业 当时我是我第一个 走向这个行业 开始把这个路铺开了 然后把他们一个都带上 同时我们整个村的 都是按照我们这个模式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带上 都是这个行业 你们村的人现在都看这个 对对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王舟山偶然地发现了 一直潜藏在自己身边的商机 这个厨艺术的时候 是供应给方明明工厂的 由于我找不到这个方明工厂 他退了一个机会 我才火器上垃圾桶里 我找到一个 我叫这个方明明带子 因为上面有的电话号码 那我就找过去了 在火力上捡了一包方明明的带子 人家那里有个方明带子 他们有地址电话号码 然后我就顺着地址电话号码 找过去了 找到这个工厂 那工厂在哪里 在河南的南建处 今天的王航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别墅村 王筑山的家人都已经搬离老宅 住进新村 这是我师弟的房子 它是亲近的建的 如果现在新建的比这个好多了 这挺豪华的呢 一般的一套房子都在一百万左右吧 像这样的 对对对 那亲民呢 我的弟兄们亲民住有房子 并且在我们这个昭阳湖 平座区我们李家 李湖都有 我是我的弟兄 自住李家住一套房子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 整齐化一的三层别墅的底层 都有着特殊的用处 您好 您是这家的主人吗 不是 请您过来帮忙的 你们经常就在这个一楼 做这些村的加工啊 脱水产业 启发了许多村民新的思维 更给了他们新的身份 时至正午 路上行人携手 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去脱水厂 按时上下班 这里是新化 是一条非常普通的乡村公路 一条公路隔开了两个镇 在这条不足三公里长的公路上啊 每天有一万多位工人 在这里上下班 从企业家到员工 他们都来自于附近的村镇 这条路直到现在都没有名字 然而 却以每年高达 二十几亿人民币的产值 成为多天人心中 引以为傲的财富中心 同时 这里也成为了多天人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和理想的舞台 杨洪宇 是镇上最大脱水厂的财务总监 因为工人人手不够 我们见到他时 他正在帮忙装货 多天镇土生土长的他 十四年前 结束打工生涯 回到镇里 看到我们这边那个 职业系统啊 企业搬得挺热骨朝天的 在外面也是赚钱 在家里能假如干得好的话 那不就更好了吗 又能照顾 这都是赚的比外面多吗 当时也不确定 当时也不怎么确定 就是说什么 首先要照顾到 能照顾到家里 马上又要取习 正好 正好其实打算 回来试一试 来看看怎么样 开始就是 搬直搭 搬现 从去住的原始 原始这个股民住起 然后住了一年多吧 感觉还是不错 从去住的一个月拿一千块钱 然后慢慢逐步的 逐步的 现在有多少 现在一个月能赚到一万块钱 翻了十倍 十倍 十倍对 十几年翻了十倍 九十年代初期 脱水加工产业 在舵田迅速崛起 对人才的需求 吸引了许多 像阳湖语一样的年轻人 又回到了家乡的村庄 成为了企业的中间力量 这是我们三月份出口的 那个报关单据 我现在要把它申报到 国税系统里面 在等于在报税 在报税 对 这我看还挺多国家的 对对对 我能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美国的 美国的 对对对 还有巴西 巴西的 对对 挺多国家的 对我们这边 正常贸易的 有十几个国家 像你每天都是要处理 这些国外的 这个 这个 报税啊 包括等等的 一些合作的东西 我们我们是这样的 这边我们是 现在出口的 美量 占这个 我们整个销售的 百分之六十左右 所以这些单区啊 也是比较多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出口 对 就一个月吧 嗯 这交易额有多少 我交易额 是美金 还是人民币 总共就是 合算人民币吧 合算人民币 一千多万 一个月 一个月 最近的村庄 老百姓啊 也是挺富有的 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吧 我们是个小镇 在全新化人口里面 可能是 是很 人口很少的一个乡镇 只有几万人 但是我们这边 这个 农民的存款啊 在农业 商业行的存款 排名在 请食味 高品质的多甜蔬菜 给这里的脱水场 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镇里的田间地头 就经常会出现 金发碧眼的各国客商 等一下 他可以吃这些的 可以 但是它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能看到 你的人 可以直接吃 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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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是这么吃吗 可以吃 当然 特别 特别 Polters 来自美国芝加哥 一家食品公司 对这里产品的绝对信任 使得他的公司 跟新化的脱水加工企业合作 已经超过十个年头 每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 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兴致勃勃地 向我们介绍起脱水蔬菜 在他的国家 是如何使用的 它是用了在一种种程度的 用选择 在市场 你能够 可以用凉拌 炒水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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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它是一个大量 diversified的市场 凉拌炒水蔬菜 凉拌炒水蔬菜 它是用了 几个许多传续 像是 传续的传续 什么样 你需要 做什么 它没有拌大空 所以你能够 帮它 你能够 帮它 进入空 它没有拌大空 然后你能够 使用 那样 你需要 其实在脱水食品 出现之前 太空食品 都是装在 牙膏形状的容器里 也被叫做 牙膏食品 里面装着 牛肉姜 苹果姜 菜泥等等 吃的时候 宇航员也要 像挤牙膏一样 把这个食物 挤压到嘴里 尤其是 蔬菜做成的菜泥 当时这个味道是很多宇航员不满意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脱水蔬菜技术就应远而生了 它完美地解决了宇航员 在漫长的太空旅行当中 吃不到新鲜蔬菜的难题 现在呢 脱水蔬菜的应用 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了 除了我们熟悉的 方便面包 素食的汤 葱油饼干等等 其实呢 连冰淇淋里头的草莓 也可以是脱水产品 我们不知道是谁 第一个把脱水蔬菜 做成蔬菜包 放进方便面里的 但是这无疑将 遥远而尖端的太空食品 带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新化呢 之所以能够成为 中国最大的脱水蔬菜集散地 也是因为它有着 样貌奇特的耕地 非常肥沃的土长 以及远近文明的 高品质蔬菜 三月的新化 是香葱的天下 河网密布的舵田里 绿色葱龙 现在正是香葱收获的季节 舵田镇农民夏俊台 一大早就出了门 2013年 一部空前火热的纪录片 使得它和家乡的芋头 有了不小的名气 然而夏俊台认为 真正改变它和村庄命运的 还是家门口开启的脱水加工厂 三年前 49岁的夏俊台 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 从上海回到家乡 又重新做起了菜农 我们现在家里有特殊山老家 我们是出口啊 在我们本地啊 都有一点没 那那个方便面 它被撇掉 里面去我们这个 这个是葱里城 之前那就是香葱味 以前没有这个加工厂怎么办啊 去到城里面就没啊 到泰州啊 远啊 一百多里的 那怎么 然后小花从花呀花呀 那也花 年轻车到 到那里都要连久了 那太可惜了 没有办法 甚至 去出口打工的 到城市里面打工 也转到心 后来又人等又回到家里来 又开始中充了 人家有的人转到心 他又不回来了 这个 现在形势好 他们也知道了 有许多人家 一堵里 农民也回来了 祖祖贝贝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夏郡台 经历了离乡再回乡 他说 人在异乡 想家的时候 最怀念的 就是这堕田里的香葱味道 让夏郡台 骄傲的堕田香葱 远近闻名 质地脆嫩 寒水量极高 你看 我看看 这很粗一个 水淋淋的 你看 你闻起来很香的 香不香 香 隔这么远就香 非常脆 水分座 你听这声音 一下就掰掉了 一拔就能拔掉 非常轻松 用刀一切 对吧 就行了 很好的 夏郡台的家 在新华城东的堕田镇 这是一片样貌奇特的土地 四面环水的堕田之间互不相连 被河道分割的堕田 如同海上一个个小岛 堕田全镇约有两万亩这样的耕地 如果按平均每堕两亩的面积计算 全镇就有上万个堕子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 这块都是鲁尾档 地是很低 咱们新民呢 没有办法 怎么种粮食呢 就人工挖河 把挖出的土呢 放在上面 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堕子 土堕子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 又叫堕田 它等于是人工挖出来的 一个堕田的面貌 对对对 它以前 它就是一片淤泥地 一片淤泥地 一片淤泥地 都是鲁尾档 那个 四十年以前 本地的农民 把这个土挖出来 在鲁尾档 晒干了 还能当彩虎上 高祝华 是全国蔬菜脱水加工产业协会的会长 他说 脱水产业之所以能在这里兴旺起来 绝非偶然 奇特的堕田 给这里的蔬菜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生长 环境 哇 这个土还真是非常肥 你看啊 这个 黑土 你看 我看见一点了 这不就是吗 看这个 这不叫鲁尾根吗 鲁尾根 黑的 这个是吧 对对对 还有这种是吗 对对对 就这种土 哦 这呢 黑 一扒拉就一根出来 这 这种就是了 是吧 对对对 平美年以后 它就跟这个泥土 通过这个天化以后 就变成黑土了 这个土特别有营养 咱们心里在这个水烙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把下面的土挖上来 堆一堵成堕 那这样的土呢 堆积成了以后 通过这个自然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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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化 银化 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多一个多一个多的这种形状 那么这种形状呢 它的培许功能特别好 透气性强 这样的这样的土呢 就适合这个这种之后的生长 嗯 所以像这种黑土 包括黑土里面 它不断的这种 翻新 反而 辅在这 到今天脱水产品的品种已经是五花八门了 涵盖比如说蔬菜 水果 调味品 保健品等等 新化的脱水蔬菜企业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126家 几乎全部都分布在城郊乡镇 带动了附近30多万户农民的就业 中国呢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脱水蔬菜生产国和出口国 褪去太空食品的光环之后 脱水蔬菜不但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更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